那有了数据库又怎么样呢 有了数据库把银行抓下来又怎么样呢 抓下来业务员就发挥作用了嘛 对不对 我个人觉得业务员 所有每天该干的事情 最重要的就是跟客人聊天 今天跟客人讲说 我们工厂多有实力 明天说我的做货有多快 后天说我们有多少人 对不对 但后天说我们老板有多帅 对不对 聊天嘛 好 业务员的招聘啊 业务员的招聘 这边是业务员的能不能举举手 哇不少 有没有谁愿意上来配合一下 表演一下 怎么招聘业务员 这一场今天有两百人吧 就是 做完这一个模拟之后 所有的老板都能找到最好的业务员 所有的业务员以后都不会失业 厉害吧 厉害 有没有谁愿意配合 OK 没有 所以嘛 我就说嘛 你们有问题嘛 对不对 OK 我模拟一下 因为呢 这是我的新生经历 去年 2012年 我把公司交给了我太太 我离开的时候 我去做网络公司的时候 我说 这是我的兴趣 我最喜欢就是网络营销的 你让我去吧 然后他说 我有点担心 我说没关系 我交你一招 看看怎么能够招到业务员 好不好 让你招到最棒的业务员 我他就说 那怎么招呢 我说首先 肯定是按正常渠道嘛 对不对 有头简屁的 让他上来嘛 对不对 让他过来 过来 然后你得跟人家讲说 我们企业 多么的高端 大气上反 是吧 是不是 然后 老板 离了婚 没小孩 有别墅嘛 对不对 人少钱都快来嘛 这个你该做的都要做嘛 是吧 什么都 你该做什么 你就做什么就对了 那 做完之后 那既然是招聘外贸业务员 自然就是要 考试嘛 对不对 考你英文都OK嘛 好 考完英文都OK OK啊 如果他确实这个人OK 没问题 讲也可以了 写也可以了 翻译都没问题 那行 那么我们再继续下一轮 我跟他讲怎么样呢 譬如说 桌子上 有一台手机 桌子上 如果有一台手机 有这台手机的话呢 你跟他讲 刘小姐 这台手机现在给你 给你十分钟的时间 十分钟之后 我回到这张桌子 麻烦你把这台手机卖给我 业务远方 对不对 要卖东西嘛 对不对 麻烦你十分钟之后 卖给我 好了 这个家伙 十分钟里面就会想 这个手机有多适合你啊 这个怎么样啊 这个不对 想了N个理由 对不对 好 然后我说 你做回去的那一刻 就让他讲 他就开始讲了 他把 他第一次 他就把所有东西都 多适合你什么都学了 全部讲出来 讲完之后 我说你只需要 讲三个字 不需要 好 继续让他讲 讲完之后 不需要 继续让他讲 不需要 OK 这个家伙 如果 他 在你讲了三次 不需要之后 你还 他还 想继续讲下去 你让他 进来 试用 如果 讲了 五次 不需要 他还企图 跟你说话 你让他 不用试用了 直接过来上班 如果你讲了 八次 不需要之后 他还企图 要讲话 麻烦你叫他 不要讲了 问他多少钱一个月 好吗 这里可以有掌声了吧 你要的 不就是这样子的人吗 你的老板 你老板 就是每一个老板 都是营销高手 对不对 同意吗 这样子的一个人 就像是一头狼 你放出去 就是见到肉 就咬了 拼命咬了 咬一口咬不下来 就咬八口 对不对 他缺乏的只是 搞定客户的方法 你只要支持他 这一件事情 他不会让你亏了 他叫十万一个月 都不会亏了 我试过了 真的 而且 这样子的人 一般都是比较实在的人 不会怎么要价的 好啦 OK